歡迎您回到這個討論的現場 我剛剛說我不太想去埔里 是真的心情上覺得很過不去 這個馬文君做的種種的事情 包括連南韓來協助我們照潛艦的人 也因此回去被抓去關 還好現在司法 韓國司法還他公道了 南韓業者向臺灣出口海昆號零件 被起訴 二審改判無罪 一審是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兩年的緩刑 二審推翻了認為無罪 為什麼 因為南韓這個業者輸出的裝備 不一定只限定用於軍事裝備 因為臺船同一時間還在做這個 鋒利設備的發電 他們這個出口的裝備 其實也是可以用於鋒利發電的 不一定要得到南韓的許可 所以這個案子二審是判無罪了 但這過程應該也蠻多怨對的 那郭喜在選前提兩個市政告發 馬文軍涉及洩密 去年十一月的時候他出庭了 這個詢問四個小時之後請回 結果這個案件到現在還是他之案 沒有轉到真治案 有沒有可能馬文軍算就算當選了 之後可能立委任期做不完呢 郭喜辦得很慢 先講韓國的部分好了 韓國的這個朋友來臺灣幫忙的 現在總算就算定驗嗎 二審這樣算不算定驗了 沒有他們可能檢裁官還會再提上訴 這要看檢裁官 但是韓國人這個審判的程序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在等了 如果沒有的話就這個案子就結束了 其實在整個這個審理的過程中 因為有一些文件我們必須幫忙去提供 證明他們所所運來的這些裝備 確實可以用在我們臺船 現在不是正在做風力發電嗎 對 就在風電 所以也確實 我們確實在很多學術研討會 臺船辦的或是參與的這些學術研討 都已經證明說這些裝備 確實可以做那個風電 風電的這些零配件 他是因為這一點而禍判無罪的對不對 我們提供了很多的那個正式的文件 那韓國法院也接受了 那主要的我覺得說 馬文君這個事情洩密這件事情 基本上他所 我們一共有三個人 其實馬文君光這部分就已經三個案子了 李正浩漢吳針告他 我也告了他 然後高尖署也主動徵辦辦成立的案子 另外我告他的是 訪案名譽還有那個偽造文書 那這些都已經審理的差不多了 三月八號第一個案子要宣判 宣判了以後我們可能 可能就會有刑案 雲氏轉成刑案 然後變成他 如果能有一個一審定罪的話 其實馬文君真的不要太高興 那個可能干不到 干不到一年就要 不會定驗 對老他一定會上訴 可是不知道不是定驗 就是一審判決了以後 他就按照立法院 就是向立法院院會請求 就是讓他離開立法院 我就說 他會不會在國防委員會 他最近在 國防委員會 該不該演出態度 他自己的個人臉書上po的是 讓人覺得說 他好像要到農業部去 農業委員會了 因為他關心農業用藥這一部分 然後徐曉信就很積極的 要表態說是他要去 國防委員會 其實不管是誰去國防委員會 其實你就算好 你就算我們賴清德真的好 我幫你成立一個特徵組 你去查什麼 你就去查 那沒有弊案就是沒有弊案 因為他所謂的弊案 是從八年前喊的 到今天已經查了大概七遍了 他說人家是什麼 海底棺材都蓋好了 都在測試了 你那句話 你要不要吞回去 馬文君最糟糕的是 他明明知道的事實 他就要編這個 然後叫 我剛剛一想 不對 講那個什麼 裡面是空的是黃真輝 你記得嗎 黃真輝在你們那個節目 有出來訪問他 在那裡講說 裡面都是空的 你那時候 不是我看 回頭看 大家都傻了 裡面是空的 怎麼可能我們造一個空船 然後這些人 他們的謠言特別多 然後蔡英偉也親自去看過了 這些教授們也去看過了 媒體也去看過了 立法委員 國防委員會 全都去看過了 對不對 然後在他們全部看完以後 才風可的 所以我就說 講這些話 完全不用負責任的 要是我是台傳董事長 我早就告黃真輝 你很瞭解內部的 你也去南投助選了好幾次了 就是他就是會當選 南投你真的不用指望了 你知道嗎 你就算再派誰去都一樣 為什麼 已經那個已經僵化了 有些東西已經 空故里已經僵化了 不必再指望了 現在真的只能指望那個司法了 司法因為什麼 泄密是具體的市政 人政物政自白 包括在那個 都已經在很具體的存在了 現在只是高檢署 那各位 我每次在路上走的時候 大家認出我來的時候 都問說馬文君什麼時候抓 你說一百個人 有一百個人問我的 同樣的問題 就是馬文君什麼時候被關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明白 就是馬文君出賣我們國家 馬文君出賣了 把我們國家的潛艦的資料 送到韓國 這個百分之九十以上 國人都認同的 而只是他們不解的是 既然這麼明確了 為什麼我們國家的這個司法 會辦得這麼慢 就是已經你從928到今天 我們928正式說它泄密 到928到今天也四個月了 也快四個月了 那正好四個月了 那這四個月 是不是有一些偵辦進度 我跟各位報告的是 這個過程中偵辦沒有停過 所以我就 我說其實國人不必擔心 是我們既然要辦就好好的辦 把它辦得很紮實 來 瑞德 我個人評論事情的時候都是基於非常的客觀事實 為什麼馬文君後來在選前沒有發酵的原因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這是地方型的選舉 馬文君他們家本來就是這個埔里 一直在埔里 當埔里的政長等等 那個地方是他的根本 那埔里也是他選區裡面的最大的一個票倉 所以你要撼動他這個地方沒有那麼重要 不是沒有那麼重要 沒有那麼可能性沒有那麼高 那另外就是說候選人的特質 候選人特質不是攻打型的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埔里最重要的東西不是潛艦 我也不懂埔里為什麼 你知道埔里最重要要處理的東西 叫做垃圾 還記得嗎 有人有一對情侶在埔里的垃圾山前面拍了結婚照 我覺得那個是以前都說 全台灣最美麗的城鎮叫埔里 可是我們這邊有埔里人 可是你知道當那一對情侶 那對那個夫妻竟然在埔里垃圾山前面拍 我都心裡想說 那請問一下 那麼未來的這個兩個立委都是國民黨籍 未來的現在的縣長也是國民黨籍 那請問你們如何解決這個垃圾的問題 你們如何究竟請你們國民黨的相關的縣市所長 協助南投協助埔里 來解決垃圾的問題 那麼我曾經講過 這個製作單位問過我說 那馬文君 我告訴你 馬文君如果他選區是全國的 馬文君都落選了 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全國人 對這個所謂的潛艦相關的這個案子 是有感的 因為我在全國 我從北到南一直跑到了 訪聊水底聊 到處這樣跑 只要講到潛艦他們是有感的 可問題是他們沒有選票可以決定 要不要投給馬文君 馬文君的這個地方是在南投 所以其他的地方的縣市 他沒有辦法決定 但他們是對這個東西是有感的 而且很多人 除了沈柏洋之外 其實很多人在助講的時候 都會提到這個有關於潛艦的部分 不過我還是必須要這樣說 我們現在不是只有造八艘潛艦而已 我們現在著力於在打造所謂的 微潛艇50艘 每一艘人比較小 你把它想像成比較小的這個潛艦就對了 然後呢 裡面只有兩枚魚雷 為什麼我們是守的一方 中國是想攻打侵略台灣的一方 所以他要大他要多 因為攻打的 尤其從海上來的 至少要五到七倍以上的兵力 那我們是守 所以我們正在想辦法要造這個東西 但我告訴你 中國都有 這我們現在才在開始要研究這東西 人家早就都有了 不過因為他是攻打的一方 我們是防守的一方 我們只要守得住就可以了 相對的 我們只要不能夠 他東拐五的這個兩棲登陸艦 想把人跟坦克再來台灣 我們要想的是 讓他過不了海峽中線 或是你登陸了以後 我要讓你後勤補給 沒有辦法繼續 所以我們要拼命的 跟大家報告 這邊有這個 這個蘇教授是專家中的專家 台不要老是看老共 在那邊大外宣 俄羅斯那邊大外宣 台灣已經有幾因素飛彈 不跟你們講 你們還不知道 台灣已經有幾因素飛彈了 你還以為我們台灣飛彈很落後 不是的 而且我們的飛彈不斷在更新 天艦三型的飛彈 跟天工三型的 plus的飛彈 正在加緊的 想辦法研花之中 不是只有對方一直研發 對方一直要攻打台灣 我們也要想盡辦法 我要怎麼防守 怎麼打你 你來打我的時候 我怎麼反擊 但是我們想的地方不太一樣 我們想的是防守 他想的是進攻 所以我相信 我想黑熊學院 那麼在台灣民間 這樣子普及率 對不對 越來越多人 有這個 有這個等於說 我自己本身在 三十幾年前 是特戰部隊出身的 我相信很多人 對這個是有興趣 年輕人最喜歡玩什麼 電玩 對不對 電玩裡面最多玩 就是戰爭 所以如何讓國皇不應該想的是 你看無人機 無人機是未來戰場上 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何去吸引這些年輕人 來加入包括無人機的操作 包括M1A2T坦克 以前想都不敢想 結果沒想到現在開始 今年進入繼續進到台灣 全世界最棒的坦克 你要吸引這些年輕人 讓他認為說 我當兵對不對 不是在那邊數饅頭浪費時間 當然他覺得有光榮感 那這樣子年輕人就不會覺得說 哎呦當兵好可怕 當兵很無聊 他就不會有這樣 而認為保家衛國是很光榮的一件事 我要跟大家講 南投服選我也去了 蔡培會蔡明軒我都幫了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剛才審委員講的 我可以告訴他 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看到我 有一個婦女指著我罵 你知道罵我不要臉 罵我不要臉 他說你這種少將 把戰爭帶到南投來 你滾回去 大家了解了吧 為什麼 他們不想打仗 因為我是要捍衛國家 大家有空過年期間 去看一部片叫微城 叫微城 就是那個軍閥的兒子 到了這個城裡面 去燒殺掳掠 然後這個地方 維持自然的隊長說 我要把這個人抓起來 他說你抓我看看 你抓我今晚只要不要回 我沒有回到軍營 明天我的軍閥的部隊 就來滅城 就來滅城 後來這個整個城裡面 就產生了兩種氛圍 一種是不要關他 好好的請他吃飯 有錢就給他 他明天就不會來了 我告訴你 這些人每個都拿出家裡 最好的韭菜來款待他 最後軍閥還是來了 來了先把這幾個 款待他韭菜的 先把他給射殺掉 為什麼 你只給我這一點 我要你全部 我要你全部 這部微城 大家看就知道 現在台灣人就認為 我他說我是鷹派的退伍軍人 我是背衣少將 我是鷹派的 我說背衣少將有鴿派的嗎 就是你打我 拜託不要打我 有吳施懷 對 那他已經除役了 我還是背衣 他已經除役了 就是如果 我們國家被人家侵略 他不用上戰場 我是要的 我是背衣的 背衣的軍人 有鴿派的嗎 如果我們的背衣軍人 四五十萬都是鴿派 台灣完蛋 後來很感謝友台 就把我這則新聞 登到電視上 我就拿友台登的這部片 去警察局告他 告他公然侮辱 他就到桃園來跟我道歉 我說 他說希望我撤告 我說好 你坐下來 聽我講完 你再決定 要不要 你罵我罵了 對不對 我就告訴他 我說我是捍衛國家 他說你把戰爭帶到台灣 我說你要問習近平 不是我要去打中國 是習近平要打我們 你應該罵習近平 不要臉 而不是罵我 我說如果你罵 于北城 這樣的背衣軍人 捍衛國家是不要臉 我說你要罵二十一萬五千人 現役的國軍都如此 哪一個國軍會投降 哪一個國軍不願意捍衛國家 我說你要罵二十一萬五千人 所以你罵我代表侮辱國軍 所以我告你 最後他錄了影片 然後寫了回過書 請我撤告 因為我念他年紀大 念他年紀大 我說好 我保留法律追溯權 我就撤告了 因為他 他們在很多的群組裡面 都說像于北城這樣的人 把戰爭帶到台灣來 如果沒有這樣的人台灣不會打仗 這就跟圍城一模一樣 是吧 文軍他們打法 對 就跟圍城一模一樣 圍城就是說 把這些要主張 把軍閥趕出去的人 這人是好戰 是引戰的 要把這些負責保護誠實的人 把他交出去 反正都沒有槍 都沒有刀 我們這個裡面都太平 然後軍閥來 要什麼給什麼 就不會有戰爭 最後全部被屠殺 所以我覺得 你們的觀念錯了 這是中國的認知作戰 而且他的認知作戰的做法是怎麼樣 一分軍事 兩分認知作戰 可怕的是為什麼習近平現在不敢打我們 因為七分在貪污 所以我才說 面對這些人 我們要慢慢的那種正確的觀念 讓他給散布出去 我們不是好戰 我們在捍衛國家 我們如果不捍衛國家 他早就來了 余將軍講這個 讓我感慨深刻 為什麼 因為在選舉期間 事實上是有發酵的 這樣的一個話題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你的店經營得很好 然後呢 生理非常好 黑道 對付黑道 不是乖乖拼著摸著 交保護費每個月給他 為什麼 因為有一天他發現 你這間店有沒有 很賺錢的時候 我整間店給你吃下來 這就是黑道的手法 中共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黑道 所以面對台灣的時候 我們必須面對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當然希望和平相處 馬英九都說別打了 我們的前總統都打不過的 你幹嘛打 出人命的 馬英師你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選舉期間 他們怎麼說的 說票投民進黨 年輕年三壯產 所以這是錯誤的 你知道嗎 沒有能夠保護自己的能力 就好像我剛剛講的 面對黑道 不是繳保護費 你就可以苟且偷生了 不是的 他最後會把你整個全部吃掉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 應該要省私的問題 好 我們再回來看 這個投資 這個國防工業的這個發展 有1.8倍的回收 怎麼看呢 這個臺川董事長接受我們這個政治道的節目專訪的時候 他有說了 下一艘第二艘第三艘我們要達到50% 所以我們現在要給國人報告怎麼 我們這個潛艦 目前自治率至少40%的 推進系統 主馬達主發電機 東元電機做的 螺旋槳輪系 宏森螺旋槳公司做的 不簡單 主動力裝備 電力馬達控制系統是安華基電做的 電瓶電瓶控制系統 必詳電能做的 燃料電池工研院做的 動力電纜 華興利華電纜做的 主要供應商是原型艦站系 由中科院負責 是什麼意思 是這樣子 所有的紅區裝備 是由美國兩家最大的 洛馬公司 雷神公司 但是來了以後 我們國內必須要有一個結合的 就是就是整合商 整合商這些一定都是中科院負責 好 所以這一艘裡面 洛馬雷神提供紅區裝備 對 我們的中科院找人來裝 來 我們要負責裝 但是整合洛馬和雷神的工程師 現在都在台灣 還在 都在台灣 那下一艘我們可以自己整合嗎 應該還沒辦法 沒有 第二艘一定是由中科院 自己來了 對 中科院這部分沒有問題 潛艦構型設計 直布羅頭商的GL公司來的 這個就是以前馬文君講的雜貨店 對 賣煙草的 賣紅酒的 那其實是英國要幫我們 但是要轉個彎 對 所以用這個公司的名字來的 我先簡單解釋一下 就是剛才主持人講 那個所謂土耳其 本來要賣給我們 那個是叫誘標系統 我記得很清楚 那個就是當潛艦 就是真是要嘟嘟嘟嘟 有魚雷追來的時候 就噗 丟兩個誘餌出去 他的學校要散出所謂的泡沫 來來誤導這些追捷魚雷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 真的謝謝臺灣這些廠商 真的很可愛 就是說百公百業 這一次 包括剛才講明農園 他是做好大的壓力管 他是做這個封電起來的 那之前有做很多壓力槽 所以他做這些轉用 都是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說 秀出我們臺灣人的潛力跟驕傲 那再來我們剛才有說到這個 祭司道 美國普利茲獎那一位 就是作家說 我們是雅典 其實是這樣子 大家記得有個電影叫三百壯士嗎 那個就在講雅典 他們就是面對一個龐大的波斯帝國 要打過來了 他們的元老院 就是我們就是類似國會 說不 我們要保護我們民族 就派出了那個部隊去 在溫泉關 用小部隊打贏了陸戰 起到要死 結果他又騎骨的 那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把那個敵軍又過來 最後就是整個雅典聯邦 跟那個就是說 他們團結起來 會擊敗那個波斯帝國 所以今年過年要看兩部電影 一部是圍城 一部是斯巴達 我先簡單說 再來雅典還有一個很經典的 是說波斯帝國被打敗之後 還沒收拾 說好我們下次登陸 雅典又來了 雅典說我們國家小 沒有錢 結果雅典就決定我們海軍造不對稱作戰 我們造小船 因為古代的船都是大家看那種三排的戰槳 兩個船靠上去就衝啊 陸戰隊就上去殺對方的水手 跟那個神鬼騎航一樣 雅典說不要我們造小船 用船頭包那個銅去幫你撞成 就跟現在我們說的潛艦一樣 剛才將軍講的 我們用這種不對稱 又快又便宜 那再來講說在那個選舉前的一些錯誤的什麼戰爭 和平的選擇 唉唷 我想說奇怪 你都沒有撞過約飛跟秦快的故事嗎 秦快就說要和平 跟那個金人和想 那個什麼什麼 最後搞到北宋王國 還有一個汪精衛也是啊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就是 很謝謝大家臺灣人就是說展現我們的智慧跟勇氣 我們是在壓力下 在槍口下不屈服了民主玫瑰 我們像全世界二零二四年是超級選舉年 七十六國選舉 我們像全世界證明 我們有能力保護民主 那剛好瑞德哥說那個特種部隊 剛好從家裡的倉庫 我再整理東西 就撈出這個 今年開始當兵啦 這個將軍 草律服 對 草律服 早期的草律服 大概快三十年了 差不多 三十幾年前 天A 雨是臺北市 雨是天地懸航 宇宙 天地那個什麼 宇宙懸航 我博士在講就知道我們年紀了 不要這樣啦 將軍你看 你看看這種草律服那時候 你還留著喔 最早的時候 我也留著 黃埔大附一年十個月啦 一年十個月 那時候我們是那時候我們是露營兩次 一次是在成功裡搭專輯訓 一次在正式露營 露營 露營不是露營啦 然後畢業在下部隊 就是說你看你知道以前野戰部隊多操啊 然後操回來就是上面都一片白的 感覺汗汁還在上面 流汗會有那個鹽嘛 所以說謝謝就是說現在就是開始第一批 又露營的一年一年的弟兄姊 弟兄保護我們 以前我們保護你們 但是現在換你保護我們 就是我們大家保護大家 大家保護大家 是 我們就是說一起就是要有這個民主跟自由 考公軍啦 我跟我們說就是這樣 就是說選前的確年輕人有些那個選票變動 板塊變動 但是那是當兵 兵役恢復的一個陣痛期 所以我相信以後臺灣社會更成熟 這個現象會那個啦 那第二個 所謂榮譽感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說以前我們去成功林的時候 光宗耀祖 全家都照顧 皮紅色的彩帶 我兒子去成功林了 那個貪心的時候 女朋友來 送個麵包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對臺灣是 我是覺得很有信心 是 是這樣子 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個南投那個姐姐要嗆于將軍 他們會覺得說我們打個打個就賣到錢了 美國跟中國在那邊鬥 美國老是拉我們去 先紅怕 他們的心情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來看 美國現在有三個航母 都出現在這個第七艦隊了 原本是雷根號跟卡爾文聲號 現在新的一個是羅斯福號也來了 這是第三支美軍部署 在西太平洋的航母打擊群 一來之後 中國的這個比較鷹派的這個評論家 就不高興了 這個時事評論員碧電龍 在騰訊網說什麼 中國現在只有三艘航母 就讓美國感覺到威脅 拿出這麼激烈的制裁應對手段 如果中國跟美國一樣有十艘航母 那是不是就可以開始跟美國講 怎麼樣共治太平洋了呢 他是直接講共治太平洋 習近平稍微謙虛一點點 就是說太平洋這麼大 容得下兩個國家 那麼祭司道就是紐斯專欄作家講了 鞏固台海現狀 預防開戰 美國應該要多做少說 這是誰跟祭司道講的 這個是台積電的這個董事長 他跟他講的其實多做少說 劉等英講了 這是他想像協助台灣安全的美國人 所提出來的中故 而且接下來萬一川普當美國總統 會產生什麼變化 局勢變化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我們要請戰略專家庭會來分析一下 就是說美中兩強對峙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劉等英介意是說 你就多做少說 那個男投的姊姊 他就說 我就打得比較不會穿 你們民進黨常常那麼高調 就覺得民進黨比較嗆聲就對了 不要說話 當然大家有很多的一個辯證跟討論了 美國多做少說 是不是對台灣反而是比較好 讓台灣點點部署自己的能力 不然現在中國接下來就像你們講 是不是開始下水餃了 他們的各種潛艦 沒有我的觀點是多做多說 為什麼要多做說說 因為本來戰事來講的話 就是一種嚇阻 嚇阻才要制止對方 不敢發動戰爭 所以你說美國他其實 美國其實也早就在多做多說 他常常做一件事情 常常把中共的這個將領叫過來美國 我參觀那個 給你參觀我的軍事基地給你看 看我的這個陣容多強大 看我的軍力多強大 你敢動手你動手看看 這種做法其實還是要繼續下去 中共自己心裡有數 他到底他的東西 就算下水餃能不能用 日本也講過一句話 我只要打他的指揮 那個指揮艙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通訊就全部斷掉 那中共來講的話 他雖然用量來撐出 他的一個國家的這種臉面 我們講中國最要的就是面子問題 所以他要為什麼要造航母 他為什麼要造福建號 他為什麼要造 用那個遼寧號山東號 其實你想想看 美國航母是在全世界爬爬照 那中國航母是躲在自己家門口 然後自己家門口 在他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你知道一趟出去 就三千萬的這個油料費 所以我三千萬人民幣 不是臺幣 三千萬人民幣的油料費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在臺灣來講 其實有很多人 有一些錯誤觀念 包括連蘇琪 蘇琪都有錯誤觀念 他認為說 中共以後會崛起 美國在衰退當中 蘇琪最近不是出了一本書嗎 他不是說蔡英文是對的嗎 他怎麼選後才講 對 你知道嗎 你們都選後才講 這個我們的錢見也沒多貴 但是他們常常有時候 搞不清楚說真正的 事實的證據是什麼 或者是說 有些人真的是裝睡了叫不行 你裝睡了 你給他數據給他看 他也故意這樣講 或許他有什麼背後 得到什麼好處 或是得到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客觀的事實證據 如果擺在那邊的話 那會形成一個什麼樣子 大家看到說 美國那麼強 全部都跑到美國這邊來了 所以為什麼呢 就是我還是認為 多做要多說 不能多做少說 多做要多說 讓對方知道說 那真正的客觀數據呈現在前面 讓大家看嘛 你的東西擺出來 就這樣子 你會比如說 潛艦 中共的潛艦 扶不上來的 但美國的潛艦的能力多強大 這個東西要給大家看 美國在俄勢戰爭的當中 怎麼協助烏克蘭 你用這種方式來打倒 這個所謂的俄羅斯的坦克洪流 你用什麼方式的 就是AI戰術 戰術嘛 你用無人機 你用這個衛星系統 你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的衛星系統多厲害 那俄羅斯就沒有 他打傳統戰爭 那大家都說一看原來那麼大的國家 竟然這麼小的 烏克蘭還吃不下來 打了兩年多了 所以你要想想看說 現在目前為止 其實老共自己心理也很清楚 只是說老共他常常用這種 伎倆用話語术來欺騙大家 來長自己威風 滅對方的這樣的士氣 那這種做法其實說真的 美國他 美國人他不幹這一套 美國人他做的就是說 我有多幾分力 我就講幾分話 但是基本上 你不能讓美國說 你有幾分力 然後你還要引概他 他沒有力量 這不行的 那就多做多說 好 郭博士 十艘艦艦 十艘艦隊的這個潛艇 就要共治太平洋了 中國的實力真的夠嗎 還有如果中國真的拿了臺灣 等於第一島鏈就被破解了 美國有可能輕易的放棄嗎 其實我在很多場合我都講 其實我們不必把中國的戰力 膨脹到無限上缸 其實我們看火箭軍這次出事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其實他的中國的解放軍 他的妥善率是相當低的 你說他經常有什麼飛彈試射 或是什麼這些 造的這些多少個航母 多少個潛艦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不必把單單的只是 評量一個數據 那我認為我們 我們也不要太低估我們臺灣 自己的實力 就像剛剛瑞德講的說 我們自己已經早就已經有 這樣的超級音的極速飛彈 但是我們實際上 我們跟他們不太一樣 天天招搖很招搖的在我們這樣子跨來跨去跨線 然後那個軍演 我們我們只要相信我們自己有實力 再來一個就是美國 美國美國把我們臺灣當作一個監視的盟友 他們的不管是國會不管是他們的領導人 他們都一再的重申 從臺美之間的關係是堅落磐石 我們也不必太低估我們自己 我們看解放軍 我們再看看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臺灣在我們都當過職業軍人 我們很重視的什麼就是保養維修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很在意的就是妥善綠 但是中國的那個連習近平都管不到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真的不用再擔心 再來一個 我們跟烏克蘭最大的不一樣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臺灣有一個很好的天線 臺灣海峽 在海軍來看 如果要如果要作戰的話 要過臺灣海峽 他要準備 他要做的準備 不是只有說我我準備多少船 我準備多少航母 是要有後勤準備 在一個要突破臺灣海峽到這邊來的 至少有六倍的兵力 假如要這麼大的兵力 他的後勤準備不是只有吃的喝的 還有彈藥 還有這些 如果到了臺灣打出 開始打了 你再開始準備這些 其實是不無盡於事的 這不可能的事情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來唱唱別人的威風 五角大廈證實 中國新型導彈導引飛彈 核潛艦已經下水了 也等於說實力來到了美國俄羅斯的等級 這是叫A級囉 透過潛艦對陸 對海進行攻擊能力 所以他們的遠程精準打擊能力 提升了 福建號有電磁彈彈射 電磁彈射器 等於就是說飛機要起飛的時候 以前是用 以前是用什麼彈射 蒸氣 現在用電磁彈 是不是比較精準 這個也要請這個瑞德大哥來評論一下 我幾個最簡單 連國民黨的軍事專家他們都這樣評估 很簡單 我就講山東號跟遼寧號好了 遼寧號衝其量瓦克林格號衝其量只是一個訓練艦 為什麼這樣講呢 不是不強 他還是很強 可問題是如果要比起美軍來的話 我們現在說要比美軍的話 我如果是美軍的話 我不會去打遼寧號 為什麼 我也不會打他的護衛艦 我打他的大奶媽就好了 他的大奶媽叫油彈補給艦 他的航空母艦燒油的 他的航空母艦本身油加滿了以後 只有七到十天的這個續航力而已 他還有旁邊的大奶媽 那個油彈補給艦 我把你大奶媽打掉了以後 你這上航空母艦平衡摸回去 要不然就是個鐵棺材 那他的山東號遼寧號都是這樣 那麼他的福建號現在改成電磁彈射對不對 所謂的電子彈射插載差別在什麼地方 也就是航空母艦最主要是艦載機 就是飛機要能夠很快就衝上去 所以他現在都是蒸氣彈射 因為他以前是用那個所謂的俄羅斯規 就以前前蘇聯規格 所以他比較慢 那麼像美軍的話 每30秒待一分鐘 咻咻咻 你可以看那個不斷的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這樣子 所以航空母艦最主要就是 他的飛機場的一個延伸的一個概念 所以每日 那個中國的相關的這個航空母艦 不是為了攻打台灣來的 他攻打台灣來 他大量的用洞拐五 洞拐二 洞拐一 跟這個所謂的徵用民間的相關的運輸 運輸的商船等等 這是為了攻打台灣來 但問題是航空母艦他幹嘛用了 他是要封鎖 北東南全部封鎖 讓你美國日本沒有辦法 沒有機會過來救台灣 這才是他真正的那個 那你說能不能打 不是沒有勝算 但問題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美國跟日本願不願意 他願不願意 所以你必須靠自己自救 所以為什麼還有我講一個小故事 做一個總結了 不要太想看台灣 為什麼呢 台灣曾經幹了一件事 我們的反潛能力就好了 我們還不是世界最棒的反潛 美國的核子潛艇 然後包括俄羅斯的核子潛艇 相關的潛艇 包括中國都被我們抓過 都被我們抓過 其中最有名1994年 漢光演習的時候 我們的反潛直升機 在安平的外海 台南安平的外海 直升機上面的磁力機 磁力機一直動 下面有潛艇 然後緊接著繞一圈回來 一直動 立刻通知 台灣所有各種驅逐艦 各種不同的 全部過來把他封鎖 然後各種全部把他封鎖 下面是中共的柴油潛艇 在下面 然後封鎖了整整 快要三十五個小時以後 那時候總統叫李登輝 然後跟李登輝三軍統帥報告 李登輝請這個陸委會 海基會跟對方問一下 對面要面子 否認 否認沒有就回事 我們沒有潛艇失蹤 後來因為他是柴油潛艇 再不上來 他只有兩條路走 上來被俘虜 然後要不然就全部死在海裡面 最後沒辦法 沒辦法的成結果 因為時間快到了 沒有氧氣了 最後結果對岸一通電話打來說 我們有一艘潛艇失聯 你知道嗎 如果你們有看到的話 幫我們找一下 他終於強認了 聽說把這個這個線報情報給李登輝 告訴李登輝說李登輝哈哈大笑 然後說網開一面讓他過 讓中共的潛水艇過去 要不然我們就俘虜了中共的潛水艇了 所以千萬不要太小看我們自己本身的戰力 好 這個剛剛講到就是說 紀斯坦的文章裡面 講到就是說 為了鞏固台海現狀預防開戰 美國多做少說是上策 首長你對這一篇也是深有所感 來想要回應的嘛 這邊還有講到說 臺灣許多重要人士跟紀斯道講 感謝美方在道義軍事上的支持 擔心魯莽以抗中為直視的美國人 不了解區域情勢 反而可能造成局勢惡化 舉了幾個例子 比如說裴洛西的來到臺灣 美國空軍上將說二零二五要開戰 等等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像是在抗中 最後是拉著臺灣先在前面被當殺包 我的觀察是第一個不要掉進這個集體的 斯德各摩症候群 你就不去指責加害者 反而是叫受害者 都是你在刺激對手 這就是掉進對方的一個套套邏輯了 第二個我要很嚴肅的講 臺灣是很有機會防衛成功的 我們比烏克蘭 以色列甚至南韓都幸運 他們是陸地接狼 他們陸地邊階這麼長 走路騎腳踏車就攻進去了 中共如果要攻臺灣的話 他這個就是說 野戰登陸我們算過 大概就是在三萬人的規模 那這個登陸登陸戰的話 依照美國陸戰學陸戰隊學院的統計 你大概要取得八比一的優勢 才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成功 所以國軍現在就是二十萬人的話 那未來增加的話 你要算他跟中共共匪 中共他要一次要投射多少兵力才有勝算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想就是國際政治或國際戰略是一個藝術 我們可以準備好大棒子 可是像羅斯福總統說的 我們講話輕聲細語 但是也傳了好 就是這篇文章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用夜郎自大 但是更不要妄置飛薄 中國他為什麼要準備這航空母艦 我必須專業上我必須聽他說一個公道話 福建號的確不錯 對 他設計得很洗練 第二個北京的戰略耐心值得我們學習 他準備這個彈射器 他準備二十年 大家記得二零零二年上海幹了一個什麼事情 做了一個什麼事情 他做了一個紅橋機場的磁浮電車 他就是從德國西門子 把這個迷弄技術弄進來 他是為了準備這一天航艦要有電子彈射器 航艦有沒有彈射器 差很多了 他現在的山東跟遼寧 跟瑞德哥講是滑跳甲板 他的戰鬥機 甚至不能滿油滿彈 起飛只能半油半彈 因為你要靠衝力上去 那如果你有像美國的蒸氣彈射 或是說福特號或福建號這種電子彈射 加速出去 你就可以滿油滿彈 一半油半彈 戰力差一半 是 是 是 不計差一半 其實基本上是三分之一 所以說遼寧跟福建 遼寧跟山東 我們把他界定成是一個近海的航艦 就是所謂一個bron water navy 或green water navy而已 福建號提出他走向沿海 可是中國走向沿海 並不是針對臺灣 這個是他從一個land power 陸全國家走向海權國家 c power 所以他才把我們的中華民國邦交國 索羅門跟基里巴斯拿走 他要在第三島鏈先佈局 以後他傳出去的可以有補給站 不會說單程票出去 沒了 沒油了 所以說這個部分 就是說 我覺得說 臺灣真的是可以小國散守 我們是可以防衛成功 但是我們一定不要說 一直一直在看說 哎呦 北京今天這麼高興 會不會打臺灣 二零二七 要叫我去問聽床師 還是問說 華盛頓 下一任總統 你會不會來幫臺灣 不要 不用想那麼多 我們稍微注意就好 對 就是最重要是我們把握時間 臺灣的產業這麼巧 我們剛才看 這麼多百工百業 文物百業 在幫臺灣造這些武器裝備 我們是不是真的拜託就是可以增加合理的國防預算 滿足我們的防衛需求 同時帶動經濟 我覺得十堆可以做得到 好 我想請教審委員 我記得這個烏克蘭開打大概差不多幾個月之後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跟我說這個烏克蘭快滅亡了吧 我就直接跟他回答說 你都看中置報紙 你有什麼參考 你才有一個平衡的概念 臺灣現在常常就是這樣子 有的人就是把中國看得太厲害 那有另外一邊就一直在唱衰中國 這樣很難得到認 正確的認知 那你是專研認知戰的 比如說福建豪 蘇教授剛剛跟我們講 不錯 設計洗練 我們要怎麼樣做到說 我們正確的認知 好的 我們接受作為警惕 也不要太唱衰 也不要把他們講得太厲害 這很難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當然人民必須要對 不然是國防 還是民防要基礎的認知 但是問題現在說在這裡 就是你跟大家講國防跟民防 大家還分不清楚這兩塊 到底有什麼差別 那你講國防的時候 你只要講到軍事的知識 很多人就說他不太想聽 然後只要有人講到戰爭 他就認為說 反正我們不要挑釁就好 所以他有一些基礎事實 被擺在那邊 基礎的認知被擺在那邊 你沒有被打破之前 我們再怎麼去闢謠 再怎麼去講 其實是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像烏克蘭其實也是 我大概在 我是去年的八月 九月 我在烏克蘭 那我在烏克蘭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也會有親俄羅斯的報紙 親俄羅斯的電台 那他們一天到晚 也是在講這些東西 在講俄羅斯到底有多強大 戰鬥民族 你們怎麼解決 因為一定會有人應賀 一定有人認為說 我們也那麼多人會講俄語 那我們那個語言相通的狀況之下 那說真的 你何必要對俄羅斯那麼有敵意 而且說真的 你不要挑釁就好啦 簽個和平協議就好啦 放棄武力就好啦 難道我都難道沒有人這樣講 結果他們就跟我講說 這樣的聲音還是會有 但是在二零一四年以後 就是克里米亞被拿走以後 這個聲音變很少 也就是說在二零一四年 以前的烏克蘭 跟現在台灣的狀況 其實非常的類似 但是二零一五年 就是因為克里米亞被拿走了 然後他們廣場革命 然後一堆年輕人出來 我們剛好在二零一四年 台灣有一個一樣的現象 在太陽花 那他們二零一五年 國防部就開始做改革 那一個改革 其實對人民的 這一個影響非常的大 一方面 他的那個前國防部長 很肯改革 他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國防部 跟人民的溝通 變得很順暢 所以大家知道國防在幹嘛 然後大家也知道說 好那國防如果做了這些事情 那我應該要幹嘛 所以那一個七八年的時間 一直到二零二戰爭開打 他們準備好了 那問題就出在這裡 是台灣第一個 台灣沒有經歷到這個二零 就是一個譬如說哪個地方突然被拿走的這個moment 這個我們沒有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的確在二零一四太陽化的時候 本來有一個跟中國簽服帽協定 這樣的一個認知 所以很多人是開始警覺到說 我們是不是針對中國 不管是外交 經濟 國防 我們應該要做什麼事 但這一些人呢 他的認知 被當時崛起的政治人物 帶到一個不同的方向 我覺得這是我們跟烏克蘭 最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常常有人說 天佑 台灣 台灣有但我聽說的嗎 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冥冥之中 就是說人民的力量 把他這個弄回來了 但是我覺得在很多事情的認知上 台灣其實還有很多奴隸 我們希望不希望到那個節骨點 什麼東西被拿走 我們才開始有這樣一個認知 廣告之後更多的討論 馬上回來 歡迎您回到討論的現場 我們來看看中國對台灣是絕不鬆手的 特別是習近平他的歷史定位 我看蠻清楚的 就是在他的任內 而且特別是任期叫做 沒有限制的一個任期的情況之下 他總要做一點事情 讓他的國民知道說 他是有他的一個定位的 會不會就是拿下台灣 我們要很小心 美國智庫也警告了 臺海未來五年會有危機的 特別要防範的是 中國灰色地帶的行動升級 什麼叫做灰色地帶 再來看看中國不斷的發氣球 就好像前一陣子 他們不是常常在金門放了什麼 無人機對不對 小金 然後臺灣到底要怎麼應對 一開始真的全民砸鍋 你就讓他們的無人機來了 臺灣不想挑釁 但是臺灣要怎麼樣展現自己 你不要欺負我的這個氣勢 霸氣出來蠻重要的 最近常常發氣球 被人家說這是心理戰 或者是氣球發著發著 裡面會不會有什麼炸彈 就不得而知 這到底應該怎麼樣來判斷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就是對於中國的手段 還不夠了解 就是說第一個像我們剛剛前面 講的很多潛艦的事情 那其實對中國來講 發動情報戰當然是重要的 譬如說你什麼時候會建造好 你用了哪些技術 然後哪些工程師來臺灣 他都會想要知道 所以當時他們繞到過 很多東南亞的智庫 然後故意來刺探臺灣的 各式各樣的人員 說現在是不是韓國的工程師 已經有來了 他是搭哪一個班機 什麼等等之類的 這他們情報戰的一環 那像我們臺灣 也有一些退休的外交人員 他也會去接觸 接觸以後就問他講說 你先幫我評估一下 現在臺灣的外交處境 然後寫一個稿子 可能就給你個五萬塊 臺幣還給現金 下一次就問你說 那你以前在外交部工作的時候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醜聞 如果有的話告訴我 這都是他們不斷的 獲取情報的方法 所以如果人民對於中國 怎麼得到情報 這件事情是不明瞭的話 那對於中國他 因為情報先行 他今天情報做了以後 他接下來 譬如說他在外交 像剛剛講的 他第三島鏈的國家 他要做什麼 他在臺灣的統戰要做什麼 他的認知作戰 就是等一下可能要講到的主題 他要做什麼 他心戰的對象是誰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大局 知道說他在做什麼事情的話 那我們就很難會去應對 那我再舉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像他們今天在臺灣 我們常講認知作戰這四個字 有時候國防部也會出來講說 這個是對方的認知作戰 但我們一般人民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他們不太知道認知作戰的定義 可是我請問你啦 對於馬文君來說 他可能覺得 我們就同一個國家 你說他的意識形態 我們就同一個國家 我資料給他有什麼關係 馬英九也覺得他們是 他們基本上 他們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偏寫 認知作戰 大家的一家人在做什麼戰 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幫助別人認知作戰 但是我們今天遇到這樣情勢的時候 我們每次都說 這是一個認知作戰的時候 但是一般人民卻不太知道認知作戰的 他真實的意義 大部分的人現在如果在路上隨便問大家講說 中國的認知作戰是什麼 很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是中國對臺灣怎麼丟假消息 但其實在我們的研究裡面 中國對臺灣丟消息這件事情 大概只有一成是假消息 其他跟假消息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事 所以如果說我們用假消息這個框架去理解 什麼叫認知作戰 就一定會偏寫 然後就好像很多人會講認知作戰 就是九成是什麼 九成就是偏頗或者陰謀論 就是真真假假 就是偏頗的消息或者陰謀論的消息 然後再來就是很多人會說 中國就是網軍就是認知作戰 但網軍只在他認知作戰的很小一部分 所以其他的認知作戰是誰在做 這個一般人其實也需要知道 所以我這邊有準備一個 這個簡單的這個問題 然後給觀眾朋友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要理解 到底什麼叫做中國的一個作戰方式的話 請問下面是哪一個 因為這這五個全部都是中國做過的 第一個很假好不好 第一個是超級假 第一個是如果跟中國先和平協議 這個大家會這個一百萬台幣變一百萬人民幣 但大家想一下 如果這個是當時在台中跟彰化的里長在傳的 那這一個東西 他是統戰脈絡 他簡單 他跟網軍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 因為我聽我聽過一種說法 我不知道過去有沒有聽過 就統一吧 人民幣直接 你有你升級 直接換成 你直接換 當然有直接五倍 那你賣了嗎 台幣直接變成人民幣 那你賣了嗎 那負債怎麼辦 那如果家裡沒有錢怎麼辦 我沒有想到這件事 對啊 負債不就變四倍的債務了 台灣人存款多 是不是 直接破解了嘛 直接破解 那這個最麻煩的地方是 假設我們先當作一個假消息 然後假設我們今天就出面來回應說 其實不會一百萬台幣直接變一百萬人民幣 當天晚上國台辦一定出來開記者會 就說沒有 我們真的在演你這個方案 而且搞不好不是 而且負債直接取消 對 那這個時候你不但幫他 要破解你了 不但幫他打開 你還把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真假是對方說了算 不是你說了算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這個叫做反射性控制 他知道你要怎麼去闢謠之後 透過你的闢謠再進一步傳遞謠言 這才是真正的認知作戰的形式 他不需要用真正的假消息來做 就好像蔡壁如說 沒有人邀我去 可以摸兩三天 可以頭跳去 所以像這一種都是他們典型在 還沒有丟假消息之前會鋪陳的敘事 我們這個都叫做故事或者敘事 所以像第二個也是說 台灣空氣污染嚴重 當時是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中國有兩萬個帳號在Facebook上面 到處貼空氣污染的數據 但從頭到尾貼的全部都真的 沒有假的 還會寫故事說 我以前住在屏東 然後早上起來都看得到大午山 現在都看不到 可是這是真的 對這是真的 高雄空氣真的不好 所以他的確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能算認知作戰 他本來不是 他就帶一個風向 就整整一個月 一個帳號PO1700多個留言 讓全部的人都覺得空氣污染很嚴重 最後三天開始就有假消息 假消息就是 為什麼空氣污染那麼嚴重 政府有貪污 政府有勾結 因為政府什麼都沒做 那這個時候 你再出來辟謠說 政府其實有做什麼 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其實林佳龍那時候選舉的時候就這樣 他用很多數據苦口婆心 說空污真的變 比較不嚴重了 他用數字講話 已經沒有意義了 這就是二零一八年的事情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 前見也是 我們告訴大家多好 一定要在前不能在後 在後的時候 他已經被鋪陳了 他被鋪陳完了之後 你去解釋他的時候 就已經變得完全沒有效益 那下面這幾個 我快速講過就是 這個譬如說 我們的蔡總統 跟台獨分子走得很近 這是解放軍做的一系列的影片 非常的多元 然後一直講到說 他後來生小孩 什麼等等之類的 那這一個就是很典型的 一開始 從台獨分子到後來 會變成生小孩 所以簡單來講 又是一個先從陰謀論 到最後變成假消息 然後再來第四個 這一個是政府 我們給巴拉圭錢蓋豪宅 他其實也不算豪宅 他就是豪宅的定義 隨便人講 他就拍兩棟樓 說這是我們外交 給他們蓋的東西 賴清的那間 他們都說是什麼別墅了 對 所以在這一個方面 他們說我們外交花太多錢 這也是一個鋪陳 但什麼叫太多錢 你也很難去定義 所以這一些都是標準的 中國的認知作戰 政府付給裴洛西 九千四百萬是真的還假的 這就是假消息 所以這裡面 只有一個假消息 南軍群組 傳到跟真的一樣 因為他用了一個假的算是從外交部 害出來的一份文件來 那怎麼辦 怎麼怎麼處理 我覺得處理的方式當然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預判 預判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中國最喜歡打哪些主題 譬如說他每一年 二零二三在選舉以前 他總共打十三個主題 那我們就要知道這十三個主題 哪一個燒起來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先去應對 你不能等到他燒起來以後再應對 這是第一個 我要預判 要預判 但預判需要大量資料的備份 那不管今天我們是要國防部來做 還是術發部等等之類的 我們都需要一定有人對這個有所準備 那這次的選舉 哪一個議題有事先預判防範的 戰爭與和平是很明顯 大家一開始就會知道 所以戰爭與和平 戰爭與和平 然後再來就是民生經濟議題 那最主要就是跟農業有關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是因為在我們臺灣在地統戰脈絡 有很多跟中國有關的 他們在臺灣都是經營農業 或者農業相關的粉專 所以大家應該也看到這個 類似像林北豪有的事件 等等之類的 那外交剛剛講的花太多錢 這個也是一條非常重要的線 還有一個在兩年前開始打的 叫臺灣沒有言論自由 那這個之所以很重要 是因為這一個相信的人越來越多 我甚至聽過剛剛 怎麼可能啊 真的有 真的有 剛剛在節目裡面 你坐在那邊隨便罵總統 誰會把你抓那一塊 剛剛有在這邊提到的 其中一個名字 我被他講是誰 他還講過就是說 臺灣現在的媒體管控比解嚴之前 還要糟糕 問題是很多人聽 這個陰謀論已經非常久了 所以越來越多人聽到這個以後 只要有一個假消息出來 馬上會觸到他的神經 會覺得說對 言論自由果然被管控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像二零二零那一次總統大選 也有主打這一題 當時LINE裡面就傳了一個假消息 是一個錄音 那個錄音就是 我才剛剛講了韓國瑜的壞話 結果警察 怎麼突然來敲門了 我要把這個錄音趕快關掉 當然是假的 但是以當時那個情勢 為什麼這可以燒得起來 就是因為越來越多人相信 臺灣是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 你看連陳輝我都罵說 為什麼我也支持韓國瑜 為什麼你們會相信 韓國瑜是被做票做到落選的 這全部靠民主任性不夠吧 民主任性是說我們要形容 就是說這個體系 他的那個就是堅強之處 但是戰術上你要重視對手 就是比如說我們剛才說 省委員說的這個部分 美國FBI他們就拍很多 很容易接觸的短片 說哎呀你這種退役的人員 怎麼樣會被中國在海外的這個公司 用什麼商業名義 聘你去說 哎呀水下水下工程怎麼做啦 最後把你誘導成說 你以前做的拿來看看 就被抓起來了 這種印象很多 所以一個國家在防護 防護自己的民主體系的時候 你就要更靈活 更貼地氣 要有溫度 那比如說這個POPOGANDA宣傳戰 兩千年前就有啦 那時候那個項羽不是被那個劉邦抱起來 又那個唱什麼四面楚歌 這就是一個心理戰嘛 那最近代最具代表性是德國納粹啦 當然他那時候這個宣傳 還有那個宣傳部長哥佩爾 根本是現代公關的那個前身 他有專屬的電影導演 連德軍的制服都是那個某個名牌品牌公司幫他做的 這是德軍出去就好像很威風這樣子 那塑造一個形象 這都是總體的一個包裝 那現在我們想中國的部分很快 中國這整個我們叫做影響力作戰 然後裡面就包括第一個認知戰 心理的psychological 第二就是經濟脅迫 抗抗菌 第三就是剛才那個主持人說 那個灰色地帶行動 這次經濟脅迫沒什麼效 對啊 就是說退燒 就是說臺商已經百分之三十 就是都退出中國大陸 輸出美國增加三倍 輸出德國 輸出東南亞 所以這東西的確都是我們 然後你說灰色地帶的部分 他們會繼續加強 準軍事會 他就是用這種錯誤的告白氣球 其實對他自己也很傷 那他這種就是又飛機 又是傳進來跟你那個什麼 就進行騷擾 就是所謂準軍事行動 這是整個包套的 讓你會怕疼 所以說我們來跟他合作 有一比一臺幣換人民幣 再加上心理上 你看這麼可惡 沒有言論自由 他是整個系統性的操作 這部分就是真的 我們就是說有些法體系上面 像說以前的數位 就是服務法 歐盟已經實施了 等等這個我們以後都可以再討論 但是有很重要的跨領域的合作 像北約在對付俄國 他新的這個hybrid warfare混合戰的時候 他們找哪些人去做這個新戰略的對應 包括神經科學家 社會學家 他就是說你在網路上看到這個聲音或是影像的時候 怎麼去觸動你內心的機制 社會學家研究這怎麼去傳遞 那整個講 這是一門專業 認知作戰在操作心理學上面的激起你的行動 然後這兩個最有用的情緒 一個是憤怒 一個是正義感 我看怎麼可以這麼不講公益 我給他傳給大家 對 就是鄉民的正義 可是偏偏你得到的是偏頗的資訊 然後你就覺得你以為你在行使正義 基本上二零一八年 我跟你講 就是主持人一定會記得 當時德國還有那個那個英國大選等等 都有很多這種類似社群媒體開始操作 還有當時的川普跟希拉蕊都是 就是先養著那個同溫層 平時講跑車 講美莊啊 突然選錢就開始操作政治議題 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正在講韓國瑜的事情 盲警察就來抓我了 類似類似 丟這樣一個毒藥出來 不過就是說公民社會就是說 一定會面對這種困擾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言論自由 跟國家安全之間 怎麼去找一個平衡點 所以好多 freedom of speech express 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藝術 是 好 吳釗燮就講了 認知作戰已經是日常了 臺灣要培養民眾的嗜毒能力 瑞德 你覺得要怎麼培養起 事實上呢 那麼如果你沒有心理建設的話 你就很容易喪失你的心房 不過我過年期間 我在這邊要呼籲一下 習近平先生 學學胡錦濤跟溫家寶 學學那個亞洲影帝 好不好 溫家寶先生 我永遠不會忘記 那時候我記得四川溫村大地震 本來一代的災民要罵他 要等著罵他 他來了以後 先鞠了一個公說 對不起 我來晚了 結果講完了以後 旁邊的人都在哭玩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罵旁邊的那個軍人說 你們跳傘 飛機 直升機都給我跳進去 救 沒有一個人跳進去 但是所有的老百姓就覺得 我們的總理真棒 臺灣人吃軟不吃硬 你對臺灣好才有用嘛 你習近平用強硬的方式 我們越來越討厭你而已嘛 不要再斷臺灣的邦交國了嘛 他們上次那個私募於契作 幾乎買到台南人 沒有 你私募於契作 如果在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你看他有沒有用 對 臺灣人就是吃軟不吃硬 習近平習同志 回家學著點好不好